車站外頭兩名男子打了起來 其中一人竟然持剪刀 不斷朝對方頭部刺了過去 對方也不甘示弱 立刻撿起酒瓶 試圖要反擊 双方誰也不認輸 互相拉扯扭打在一塊 接頭格鬥開打 讓一旁民眾整個看傻眼 事發在去年12月4號 萬華火車站晚間不平靜 年紀比較大的張新男子 懷疑另一名張新男子和女伴有一腿 兩人久後爆發口叫 甚至大打出手 他忽然持力檢刺傷對方頭部 導致對方頭部撕裂傷 當場見血送一縫了三針 索性沒有大礙 不過行兇的張新男子 也當場被逮捕 以殺人未遂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知道自己犯下大錯 嫌犯乖乖被帶上警車 警方調查兩人常出現在 萬華車站周邊 平時靠打零工尾聲 入夜後就會回到車站喝酒聊天 這次卻因為整逢吃醋 打打出手 也讓雙方友情產生裂痕 記者張宥慈 蔡爾山台北采訪報導 按� Bit 按擮 按擮 按索性 按擮 按擮 按 saat 按擮 按 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